放多一點 後來會變得比較小氣 我這一筆有微微下來對不對 其實你下來以後 你可以提貼這樣轉彎下來 那你也可以這邊完了以後 這邊上去接住以後做一下提貼下來 聽懂齁 這個約列是在整個的一 三分之二 從這邊算過來三分之二 從左邊算過來三分之一的地方 他沒有接住我們就不要接住 好 先直 直完了以後才向左邊 你接到這一條線的時候已經向左邊了 好 拐過去 好 接下來同樣的空白的地方下這一筆 他沒有接到這一條線你就不要接到 好 這個讀左手邊那個全部是不是小小的 好 我今天用一個不一樣的寫法 你來看一下 通常我們是這一筆下去以後 從上面下來對不對 我的帖上是這麼寫 那我們現在來寫一個不一樣的 就是說我這一筆先下在這裡 好 其實這一筆就是這一筆 聽懂嗎 但是我先寫上面這一筆 好 這筆過來以後 好 從這邊下 你看這筆幾乎是平的 平的然後微微向下 好 向下 好 這一筆向外 接下來 右手邊那個樹 它的四是在這個上方 稍微離開一點 好 它那一點看起來是不明顯 好 我查過字典 它上面幾乎很多鐵上是沒有這個 我們就 姑且就這樣寫 好 這個呢會比它長 長了以後你這一筆上去接 好 接了以後筆微微提高進來 好 要轉彎了 提 提 貼的時候就開始轉 好 所以這邊不會變粗 你看它上面是一樣細 到這邊才變粗 對吧 好 接下來這一條蟲緊挨著上面這一條線 好 這個它沒有搭上 你也就不要搭上 好 就在它附近的地方轉彎 一 接 接 好 這個鍵 好 這個鍵剛才有跟大家介紹過 所以它你上面這個木這個東西 你可以有地方有黏搭 有地方不要黏搭 是吧 好 這一筆你先接住 接住以後稍微提起來 向內 繼續 向外 提 有沒有 提貼 然後就離開 它還是細的 好 從這邊接住以後 是不是這樣 好 接住 向左 向左 向左再過來 你都不要用什麼太大的力度 好 它沒有接上 從中間靠左邊一點點 好 它有一點直線 好 這個它有一點直 帶一點點斜 一點點 好 你看它是圓形轉彎 所以用兩次的提貼 所以這邊 看起來